大家好 我是金家人 金家人 港人 港事N 每天專題市政 早兩天我直播時怎樣說 就是告訴大家習近平某事 我們的主席仍然健在 健康良好 起碼走路不用人符 出席了中越儀式典禮 當時很多人已經急不及待複製人 替身 因為其實他們炒了車 我直播的時候已經說了這件事 今天這段影片跟大家拆解一下 為何近這兩三個月 這麼多人說習近平已死 習近平被取代 替身替代習近平 習近平被禁錮 習近平權力被架空 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說的話 好了 原來因為說 習近平不行了相關的意思 就成為了外媒的流量密碼 其實很多人說的 而過百萬秒 我找到有誰 差不多過百萬 其實是有過百萬的 就是習近平的最新消息終於來了 就是未來或有重大反覆發生 一百七十萬秒 文昭 好 接著就是一日前人 又已經是九十二萬 傳 溫家寶就時局發話 習近平會見蘇臨 關鍵畫面延遲播放 惹惹人懷疑 不是開玩笑的 中共元老重出江湖四天前 對習出首鳥 秦江之死間接確認 習被孤立 全部都是文昭的片 很多都是過百萬秒 文昭呢 就是一個外國的 有兩個頻道 就是外國KOL的視頻很厲害 限定一條片 也有三四十view 那你問我有沒有看他 沒有怎麼看他 因為我知道他講的很多東西 都不是新的 反而他就像飛揚那些 就是講陰謀論 講那些外星人 那我也有看 我偶爾也有看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夠了 沒所謂 但一講到時局 講到國家領導人 他這期就紅了 過百萬秒 現在兩大流量密碼 一個就是河馬 真的 河生河太 在香港的本土流量密碼 誰講他就誰有 廣告費其實很少 另外就是外國的流量密碼 不是那些性感 露靂 就是穿著衣服的 不是那些 是講習近平 駕崩 習近平 患病 習近平 雙目無神 習近平 現在就急速衰老 而且最近 四川 就出現了七個太陽 真是厲害 即是改朝換檔的開始 基本上不行了 即是有七個太陽 正所謂天無二日 如果是作故事的話 即是代表 中國 現在有七個人 可以取代習近平 真的 網絡上的傳言 真的傳了很多 不是開玩笑的 這些複製人 再生人 被人已經拘留了 張又俠已經控制了習近平 這些片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在YouTube上打 習近平 什麼什麼 習近平失勢 你會出到 起碼超過 整個版 全部都是這個內容 由上一年說到現在 我其實真的覺得很過分 你們這班人 即是天天批評共產黨 天天說他滅國 七個太陽 現在厲害了 講到這裏 七個太陽 四川 七個太陽 亡國之少 嘩 多快 剛剛才立國的 大哥 習朝 不要這樣 是不是 即是你說 去年十月 滴咎 胡錦濤 好了 到今年真的開了三中全會 確立了他的地位 這麼快 過了幾個月之後 又七個太陽 半年都不夠 習朝玩完 即是過分了很多 我真的很想說 如果你問我 我不喜歡聽這些 為什麼 是假的 我說真的那些訊息給大家聽 習近平 中越露棉 頭髮白了 抹染頭髮 感覺面容潮水 有可能年紀大了 七十幾歲 還疾前身 說完 真的說完 喂 大哥 你整班都說魔咒 說到什麼呢 一條白頭髮 可以說到這個人脫髮 好了 眼睛可能被風吹 被沙 被沙 被風吹 可能吹進眼裡 然後有一隻眼 一隻眼合起來 變成單眼 哦 習近平面部肌肉抽足 眼睛打不開 中風鮮兆 是不是 哇 習近平的肚腩 比起兩年前 大了 可能心臟有問題 有腹水 行啊 即是你說了 這樣就說什麼都可以了 好了 哇 習近平左手 行路的時候不揮動 可能就有嚴重的關節炎 甚至骨癌 喂 你要吹啊 吹什麼都可以的 據超能人士就透露 他有抄能力的 即是可以抄 即是抄 即是什麼呢 紙幣那個抄 又或者可以普通話的抄 抄能力 OK 那這種抄能力 就是穿勾一些 講大話的人 講 不是真的 新聞 不是講真的事實的 自媒體 OK 那這些有抄能力的人 就看得到 習近平 現在心肝脾沸 都基本上 五行能量欠佳 可能會有五行衰竭的跡象 要作 我可以 給你作得更厲害 那就好了 那你作還作 也有源頭可以的 對不對 星期二濕度 他們的源頭 他們的源頭 就是法輪功 有很多的 文昭 其實文昭不是法輪功 應該是 法輪功一大堆 對不對 好了 文昭那些大V 人家說 那他們又說 就是和韓馬一樣 人家說 我就又說 不過我講那些 跟別人那些 有一點點不同 而已 好了 現在 這個源頭 其實就主要兩個 一 就是 原紅冰 那個頻道的名字 YouTube頻道 叫做 自由聖火 他講習近平 講共產黨的影片 因為他是一篇文字 就是描述的 大概就是十幾分鐘左右 很早我已經聽過他講的 他講的那些 就是非常 複製的 打雞血的 你可以說他是雞血的始祖 因為他曾經 就講過V字類的 就說 在緬甸那裡 就有一班 就是 前國民黨 的餘孽 就是後代 就佔領了那邊山頭 共產黨就派了三千的解放軍去剿滅他們 那場仗就導致共產黨有一定的損失 而這一班V字類 就退守了山林 也播了一些影片 有些人甩著帽子 就這樣說 我們不是 就說話 令到你們 開啟你們的文字 他們不負責做這件事 然後就拿槍出來 他們就負責做事 不是說話 說到三年前 會由緬甸雲南邊境 直接打入中國 然後就推翻 當時還不是集潮 推翻共產黨 那場大戰之後 就不了了之 袁紅冰就沒有再說過這件事 袁紅冰的所有片 一直以來都說 習帝的施政有什麼不好 共產黨面臨什麼糟糕問題 各樣都是不好的 但是其實 沒有怎麼說過 接下來這幾天就會亡國 也沒有說過會亡黨 更加沒有提過 習帝現在的權力已被架空 他說長此下去 共產黨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 和中國的法治都會出問題 他說的那些話 其實誰不知道 媽媽是女人 就這樣簡單 他說的話還算是有文有老 不是穿鑿扶回的 他說得很清楚 袁紅冰說得很清楚 他的消息來源 就源自 他以前在國內的 紅二代紅三代的朋友 而他自己已經潤出外國了 那是什麼呢 其實他都是道聽和胡說的 那其實就很恐怖 一個道聽和胡說的人 把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 弄了一條影片 說了出來 即是說了在YouTube那裡 那就好了 不大豪議 那之後就普京 在福克蘭那裡 現在就打到普京好像直接敗退 然後呢 不同的阿達帝消息 就流出來了 就是不見了 沒有露面 那就好了 然後再加上袁紅冰這些影片的內容 厲害了 接著就外媒 主要是法輪功先的 法輪功就 將這幾樣東西 就連在一起 老實說 其實我看了他們這麼多年 我越看完就不認對路 那些混蛋 真的說真的 法輪功那些混蛋 以前他是說江澤民的 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回 以前日屌夜屌江派的他們 即是你要明白 我 絕對不是忠於黨的 但是呢 那些外媒說的話 就跟共產黨直接握你 沒有分別的 你問我 根本兩邊都是共產黨 反而阿澤帝很無辜的 真的 但是呢 病都被他們說到有病 有沒有搞錯 真的 說了幾個月 真的 你們如果可以用念力 或者叫詞咒 如果是 厲害 可以統一到全中國 或者外國所有人 去憎恨習近平 然後就是 天天 好像用念力這樣 令到他報弊 報弊 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他應該死了幾年 李一強還沒死之前 他已經死了 對不對 那 有些人經常跟我說 8號都有說 很多人想他死 鬼不知道嗎 對不對 但是你要發現 國內這些新聞 一單都沒有 是一單都沒有 最多就是 國內的官媒 不捨 習近平同志 這幾個字 不捨 去到外國那裡 什麼 浸泉這樣說 不捨 失去了權力 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不捨就是失去了權力 然後就說 根據共產黨 過往 這麼多年以來 的做法 都不會這樣的 不捨 再代表他的權力 就沒有了 不出了 三五七個月 甚至三五七年 習近平的權力就沒有了 鬼不知道嗎 他可能一兩年之後死了 人有命盡事 大哥 對不對 但是不是 如你們所說的 真的很簡單 你說習近平 有什麼什麼病 到了過幾年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三年或者五年後就死了 誰知道原來被狗咬到 因為瘋狗症感染如死 不行的 武則天 不是武則天 呂後 呂智就是這樣死 那你怎麼知道他怎麼死 你有原書嗎 你有水晶球 你扎他也說沒有水晶球 所以就去英國上市 對不對 那推背圖 說有人入帝宮 勇士後門入帝宮 推背圖說的就應驗了 死過的李克強 就入帝宮 說笑而已 可能現在準備入 那還沒發生 對不對 如果真的 有人是預言李克強 是會很危險的 那個是我 他還沒死之前 幾個月 跑出來蒲頭 跑去敦煌 我就已經 跟了很多人說 我直播好像有提過 他這樣這麼高調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就隔了兩三個月死了 是有些人 直接是預言了 李克強將會出事 幾個月之後出事 那你就預言 你現在你們那種 就是不停地說 習近平死 習近平死 幾年前開始 五六年前開始 都有人說 說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 說說說 他也不死 好了 說了15年 他終於死了 那是不是你們的功勞 不說的話 可能他會死快一點 明白嗎 就是為了流量 就不停地把假的東西 說得像塵塵 好了 消息的來源 其實還有另一個 就是蔡振坤 應該沒有讀蔡的名字 X那裡經常有些文章 我讀一兩篇給大家聽一下 海內外對習近平極為不利的各種消息 並非空越來風 幾天前 除了反映人心所向和黨內外對習近平的高度不滿 有意味著 習近平的執政能力受到黨內外的廣泛質疑 外面質疑是一點也沒有用的 黨內的質疑你有沒有證據 是不是 我都說過這篇是幾天前的 黨內質疑他 你有沒有錄影 你有沒有片段 你有沒有人證 有沒有密證 沒有 因為他不出現 就是這樣 他這篇文章 就是因為他不出現的時候他發的 就是這樣簡單 好了 宣傳部門可以把他抬上神壇 但對於了解中共權力運行的老同志而言 只要有機會說話 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的 這篇文章 現在的正國級老同志 即是元老 對三中全會 他決定和習近平本人以 維園溫和的方式提出了很多的意見 這句沒有說錯 他還說 好 他就說 三中全會不可能讓老同志都閉嘴 主要一個人開口 其他人又會把怨氣發洩出來 老同志大致提出了30條意見 但最重要的都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決策問題 過去遇到重大事情都是集體決策形成共識推動落實 現在是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 大事小事都笑由他拍板定案 看他的面色行事 他身邊的親友都笑為為樂樂 沒有立場沒有主見沒有原則 一個人錯了跟著一起錯 再加上精力不足 許多請示報告送上去都遲前不見回覆 下面也無所釋從 選擇不作為老同志 建議恢復集體決策制度 明確責任分工合作 在經濟事務上 要有懂經濟在省市黨政機關 長期歷練過的領導出來主持中國 讀到這裏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他在說什麼 在說我平時所說的 習近平很大的壓力 黨內的人不滿就是這樣 但是重點是出聲和不出聲 又可以出聲嗎 出了聲就習近平會聽嗎 你都低能 講的好像很有見地 好像紙塵塵 但是一到重點 我就覺得很搞笑 30條意見 你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證據 有沒有現場錄音 沒有理由知道30條 我明白嗎 即是床邊人跟我說 是26.5條 為什麼你是30條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 都是把他自己幻想的事情 說成現實 而問題的重點就是 習近平迫著聽他們說 這一下我就覺得是非常無契 如果他們可以令到習近平完全不走左 要聽他們說的 那就不會有胡錦濤事件出現 現在有沒有胡錦濤消息 沒有 如果你說要有一個人被軟禁 是國家領導人 那個就應該是胡錦濤 對不對 所以 搞清楚了 其實很多事情現在他走出來 跟這個 越南新任的領導人 拍了很多近距離的照片 很好笑 直播之後這兩天不停出近距離的照片 是令到 唱衰 習近平 身體又不好 權力被架空 這些傳聞 是全部啪啪打臉 我看到很多平台 很多頻道都還在鬥 鬥 鬥什麼 你們拆掉就拆掉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頻道還有一班忠實的支持者 因為我說的東西 不差 就算我群組裡的人 我都要叫醒你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明白嗎 真的 不是的 日講夜講 你咒到他死那天 是否代表你們對 不是 他是真的死 死 死歸死 你們咒他 即是等於你們七孔流血 你的七孔流血 你每天說到想他死 但你自己七孔流血 又不關他的事 他真的死了 不過不是因為你們說到他死 因為你們說的都不是事實 對不對 好了 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 國內 所有的事情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沒有辦法解決 就不解決 不需要解決 不亂就可以了 明白嗎 中國不亂就可以了 中國的人窮 沒有所謂的 是吧 中國的教育各方面 軍備 落後都不要緊 不亂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中國缺錢 缺外匯 沒有問題 不還錢就可以了 就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是需要做些什麼 他為什麼經常說要改革 推動一些政策 是因為解決的問題 他發現不停地改革 推動政策 但是如果走左邊的話 就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重點在這裡 明明走左邊 解決不了問題 為什麼要繼續走呢 在直播的時候 已經說過一個邏輯 就是因為當日 如果他 不拿回權力 就像現在這樣 他繼續 聽黨內的意見 聽黨內的話 那就是向右 向右走的話 就像拜登那樣 就成為傀儡總統 他不想這樣 就叫了王岐山去俄羅斯 就去跟普京談 親和 很簡單 軍隊的人不聽他說 也好 公檢法的人不聽他說也好 也好 沒有問題 讓他們知道 他的老大是普京 大家可以查回王岐山去俄羅斯那邊 會面 拉關係 牽線 大家可以查回時間點 因為這個人我們檢查過 那就好了 變了就是 這件事很明顯 就是他要依靠普京 2012年之後 黨內的人才怕他 軍隊的人才怕他 很簡單 順理成章 他就走普京那一套 他現在不是習帝嗎 十年前當然不是 就是了 習主席 是不是 去到2017年的時候 他已經講過永續 沒有人敢反對他 為什麼沒有人敢反對他 他沒有軍隊 當然有個勢力 在他背後支持他 那就是普京 很明顯的 去到這幾個月 大家都很明白 順寒恥亡 就是普京出事 他真的 未必搞定 對嗎 除非軍隊的頭 換得切 好了 但是現在 很多人就說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不行 繼續 不親美 不走改革開放那一套 不走右 完全走左邊 或者是遞制 中國的經濟是很差的 可能有機會變成俄羅斯 整個俄羅斯的GDP都不夠一個廣東省 那他沒有亂過這麼多年來 那麼他沒有亂過這麼多年來 他親得俄羅斯 親得普京 就自然一定要擺脫美國的了 大家要明白他不想做傀儡總統的話 親了俄他就會變成習弟 而且他就要擺脫美國的了 然后他有他的权力去管治中国的国家 是 经济一定拆 楼市一定倒下 你说他会不会是先知会猜到 不会 但是这个很明显就已经证明了给你看 你要得一样 就会失去第二样 你反过来就是 你可以保持中国的经济运行 七尾 深层政府就继续跟共产党合作 就继续给习帝权力 甚至乎找他去做第三届 不过任何重要的决策 包括香港都要得到美国同意 是不是快乐 大家明不明 习帝为什么要亲俄 要和美国脱勾 原因就是他是要做皇帝 要做中国的真真正正华视人 而不是傀儡 所以为什么外国媒体不停地说他 完全没问题的 无限流什么都没有 还给你多些流量 因为就是他不听话 深层政府控制不了他 所以就是人格谋杀 诋毁他 咒他死 跟那些猎巫行动 误咎特朗普是没有分别的 那些手法是 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真的很想他死 搞得中国这样 我只是说一句 天下乌鸦一阳黑 除了阿根廷 米来 和特朗普 还有前巴西总统 我在他们做的事上面看到光明之外 其他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领导人 我看到的都是黑暗的 包括梵帝纲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另外一件事 就是一些片 或者YouTube的频道 你想看真相 还是想听人吹嘴 如果想听人吹嘴 就不是想听真的 或者比较接近正确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看我频道 真的 不要看我金家人频道 走去听升旗易得道 好了 今天这条片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多 下条片再见 拜拜